WIT泡茶教學之為什麼新買的今年採收的茶葉不好喝 今年採收的茶葉在買之前試喝不是這個味道啊 買來新開的茶葉泡起來怎麼跟現場試喝的味道不一樣 WIT要分享如何讓新買的今年採收的茶葉跟試喝的一樣好喝 影片分試喝的茶跟買來自己泡的茶喝起來味道不一樣的狀況 新買來的茶葉開封後然後呢 有些茶葉開封後直接泡的味道跟試喝的時候一樣好喝 試喝的茶跟買來自己泡的茶喝起來味道不一樣的狀況 新買的今年採收的茶葉開封直接泡 茶湯會多一個難以形容的味道 燙火的味道、烤箱的味道、燜燜的味道 而且茶湯的香氣也不同 是泡茶的浸泡時間不對嗎?是水溫不對嗎? 沒那麼複雜,其實是少了一個動作而已 WIT有幾次忘了那一個動作 所以有體驗過那個味道 新買來的茶葉開封後然後呢? 帶WIT泡茶的叔叔有膠WIT 新茶葉開封後至少放一天再拿來泡 WIT自己買的茶葉如果是今年採收又是真空包裝 剛開封都不會直接拿來泡 茶葉開封讓空氣進入袋中接著夾住袋口 讓茶葉脫離真空狀態加接觸空氣靜置至少一天 一天後再把茶葉拿來沖泡味道會跟試喝時很接近 甚至更好喝 WIT都是在茶餐買茶葉 可以參考茶餐買茶葉影片 連結會放在右上角與下方說明 茶餐的攤位大多用瓶劍杯或蓋碗泡茶 只能泡出茶葉原本的味道 如果在家試用桃茶壺泡茶 味道會不一樣喔 有些茶葉開封後直接泡的味道跟試喝的時候一樣好喝 這跟茶葉封裝前的乾燥降低水分有關係 有的茶葉為了保存更久 會透過乾燥把茶葉的水分降到最低 所以新茶葉剛開封要靜置至少一天 讓乾燥產生的味道消散 或是說讓茶葉接觸空氣發酵 WIT有聽過這兩種說法 總而言之 靜置一天的茶葉泡起來味道就會變正常 有的茶葉乾燥程度不高 或沒乾燥 開封直接泡的味道跟試喝的味道是相同的 那新買的茶葉到底要不要放一天再泡呢? 買的時候可以直接問賣茶葉的 通常會得到答案 像是2021年茶展WIT在新北好茶買的文山包種茶 廠商就有說 茶展特別版的文山包種茶開封後可以直接泡 因為沒有乾燥降低水氣 不用開封後放一天這個動作 WIT買回家開封直接泡的味道真的跟茶展喝到的差不多 新茶葉如果忘記問要不要開封後靜置一天 那就都開封後多等一天再泡就好囉 希望WIT的泡茶影片對想泡茶或剛入門泡茶的人有幫助 讓更多人可以享受到泡茶與喝茶的悠閒時光 為什麼新買的今年採收的茶葉不好喝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頻道的請協助訂閱WIT感謝您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次影片見 掰掰